上马子之后 用你的左手去抓着这个马叉子 要参加巡逻 骑乘技术是基础 列兵努尔多莱提和杜伟鹏 凭骑乘训练中的突出表现 被选为第一批参加巡逻的新战士 这次巡逻的终点是中哈23号戒碑 途中要穿越茫茫沙海 冬季的巡逻路被大雪覆盖 对官兵来说更是艰难 尽管在训练中表现优秀 但第一次骑马巡逻 杜伟鹏还是有些紧张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执勤 感觉路上有些辛苦 可是我现在内心是充满了激动和自豪 骑行一个多小时后 巡逻队伍进入了阿克库姆沙漠 巡逻路上最艰险的路段就是这里的流沙河 流沙河角度比较陡 坡度比较陡 比较危险 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我们冬天 大雪比较厚 已经将我们这个巡逻路的路 这个道路已经给覆盖了 所以说我们在行进途中身体放松 相信我们的军马 流沙河不是河 而是在接近70度的斜面上 一条仅供一匹马通过的小道 在这里 马在雪上走 沙在雪下流 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马摔下去 真正走上了流沙河 新兵们才更加理解 排长一遍遍叮嘱的用意 一边是沙山 一边又是悬崖 说实话 当时心里确实有些害怕 我就紧紧地抓住江神 闭上眼 现在想想 确实还是挺危险的 穿过了流沙河 走出了阿克库姆沙漠 巡逻队很快就和 御辖辖执勤点的官兵们会哨了 去年入冬前 副营长黄志盈 已经带着战士们 进驻御辖辖执勤点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 与新战友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 新兵们特意 为坚守在冰天雪地的战友们 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准备的 现在不是正在开北京冬奥会吗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 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 冰噔噔和雪融融 希望我们属于大山深处的官兵们 也能一起体会到冬奥会的乐趣 一起加油向未来 御辖辖辖辖至今少所的官兵们 还为新战友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鼓励他们像白花树一样 扎根在祖国的边防 徐洛队伍继续出发了 通往戒碑的最后一段路 尤其艰难 由于戒碑在山下的荆棘丛中 军马无法继续通行 官兵们需要沿着陡峭的山坡 徒步前往 翻过山脊 穿过荆棘丛 巡逻官兵到达了戒碑旁 见到戒碑的这一刻 我感觉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在今后我一定努力训练 认真工作 像一棵白花树一样 加根在边关 为祖国收好边 树好房 我马青春祝劫飞 边防有我在 祖国请放心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